好像那时我们都在 当时的事都建了起来 嗨 大家好 我是小刘 现在是晚上的6点15分 正准备走路回去 今天我跟公司这边正式提出了离职 跟我一起做事的那个男孩子呢 他今天也跟我一起去拿了离职单 他说如果我离开了这个公司 他说他也不想做了 然后他今天也找领导签字 然后申请移职 不过的话他是要等到9月1号 他说要比我晚一点 在这里我觉得我很幸福 就像搬运过 就像我一个女孩子 然后每天还去搬货卸货 真的挺幸福 然后他说他也不想做这样的工作了 然后工资也给的很低 他每个月只有3000块钱的工资 就像一个小孩 不用太奇怪 在流失时光里总有个人等待 好像那时我们都在 当时的事都结了起来 时间真的像是长了久的妖怪 跑都飞快 就像是长了久的妖怪 就像是长了久的妖怪 cents